柔佛明清团宣布与柔佛依清团断交 是走火入魔挑起华教一眼课题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今天真的所有人都应该要给 民政党的柔佛青年团团长张敬伟一个大大的点赞 那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一般上来讲当我提到民政党的新闻的时候呢 一般上都是不怎么去提他们的领袖的名字的 除了老大刘华财还有老二胡东强之外啦 OK但是今天柔佛的明清团团长张敬伟呢 是值得我们大家记得他的名字的 他是这几年以来我认为民政党里面最有种的男人 其他人呢都只是停留在讲 包括老二胡东强呢也是讲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是不惜一些代价要退出国盟的 那当然听到这里呢 有人就会讲哎呀他只是宣布断交而已嘛 又没有宣布要退出国盟啊 大家他作为这个柔佛的明清团团长 他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不能够代表整个民政党退出国盟吧 对不对 但是呢他以他职权范围里面的这一个职权呢 他可以做到的就是这么多了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给他点个赞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讲什么了 他就讲这个伊斯兰党呢 他爱过嚣张啊 他爱过走火入魔了 竟然呢去挑起这一个华教的一眼的课题 如果伊斯兰党不道歉的话 不撤回这一个九上的言论 不向华社道歉啊 罗佛的这一个民政党的青年团呢 就不会跟他们恢复原本的这一个外交关系 会一直断脚 直到他们做出道歉 还有撤回言论为止 OK这个是他讲的这一番话啦 那首先我觉得啦 这个可以是民政党重新抬起头做人的第一步 就出自这一个张经纬的身上 你的这一个青年团都这么给力了 刘华才 胡同强还在等什么 对不对 你赶紧宣布退出国盟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为止唯一可解的方案了 因为现在伊斯兰党的领袖都连连出来炮轰民政党啊 沙努西直接讲你们爱滚就滚啊 西听尊便 我们不留你们的 所以都已经这么难看的情况了 民政党还在等什么 是真的要等被人撵走才甘愿吗 你被人撵走跟你自己主动退出是两个本质不一样的东西哦 那如果刘华才你还是没有信心的话 你看了这支影片的话 我给你一点信心啊好不好 那大家看这一个民调 现在有254个人投票 不过那个票行已经定型了 所以我觉得呢 现在拿来拍影片也OK的 那刘华才你过后看这个影片 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那个链接 去看这个投票 这个投票最少最少都会有1500个人投票的 那个票行我觉得大概也是跟现在差不多 60%的人觉得就算民政党退出国盟 他也不会把票投给这一个民政党的 OK 64%是绝对不会 但是你不要关注那60%好不好 六花拆 你看你看34%的人是会考虑把票投给你的 剩下4%的人直接讲 如果民政退出国盟的话 我们直接把票投给民政 2%的人是不清楚了 想要看其他人的意见 所以他也是犹豫不决的 所以你看到吗 如果你民政党退出国盟 远离伊斯兰党 你至少能够拿到4%的这个选票 然后还有34%的人是考虑要不要把票投给你的 但是如果你保留现况 继续留在国盟 你的华人票只有0.5%啊 然后呢 不够票的时候 你还要去求这个马华的党员把票投给你 你看多么的卑微 然后伊斯兰党的那些马来票又不会投给你哦 不要讲投不投给你 你有没有机会上阵啊 都是一个大问号 随时随地呢 要给人家轰下台 这样子的日子 民政党难道真的是感冤继续妥协下去吗 再加上现在伊斯兰党是真的越来越走火入魔 我不是开玩笑的 伊斯兰党今天如此对你 难保他有一天当上政府的时候 哪怕你民政党在里面 你也做不了任何的事情来捍卫华社 你捍卫不了华社的时候 当你当上政府的那一天 基本上呢 就注定了民政党的死期 就是定定在那边的 但是现在是有转机的 现在的转机就是 大家非常的不满跟讨厌伊斯兰党 而最近 民政党跟伊斯兰党的矛盾呢 也是愈演愈烈 我们看到了民政党有 硬起来的这一个机会 有硬起来的这一个本钱 本钱就是广大华社在后面做你的后盾 虽然不一定把票投给你 但是大家一定会尊重你 一定会给予不同的眼光 总好过现在每个华人看到你都骂你吧 对不对 所以你退出来 可能在政治上面呢 他的利益不比你继续待在这一个国盟来的强大 因为如果待在国盟的话 基本上如果有一天不幸 真的是大吉利是国盟当上政府的话 民政党的老大老二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官位的 可以委任他成为上议员 然后再出任部长副部长 但是也仅仅只是民政党那寡头的 零散的那两三个人而已嘛 对不对 所以对整个民政党来讲是没有好处的 因此刘花财不要再等了 你现在退出来 你拿到的是人民的尊重 尤其是华社的尊重 也不需要再看伊斯兰党的脸色过热纸了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有什么好犹豫的 你的这个柔佛明清团团长 都已经给你开出第一炮了 对不对 你顺水推舟 直接宣布民政党要退出国盟就好了嘛 那信心是已经给你了 那个票已经开给你看了 对不对 那个民调 你要知道我的这个观众里面 大多数都是西蒙的坚定支持者 你开出来的票行都有34%的人 会考虑投给民政党 你还在等什么 时不我待 错过了这一个机会呢 就没有在下一个机会了 因为此时此刻是民政党抬头做人最好的机会 那如果大家赞成的话 可以留言111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